《经济日报》今早就推介大家 留意比亚迪1211 简选原因是 比亚迪在内地新能源车市场具有领导地位 5月份的销量按年增长109% 到24万两 创单月销量新高 头5个月市场份额高达38% 抛来第二位Tesla的9% 集团去年加快海外市场的拓展 今年头5个月出口整车6万9千架 按年增长14倍 集团又在去年启动内地低线城市网络扩张 大和预计将今年带来销量增长 帕博综合券商预测 比亚迪2023至2025年 盈利复合年增长达45% 比亚迪昨天收报254.6 形态延续3月延伸以来的上升轨向上 短期考验今年5月和6月高位 大约是253元的防守力度 如果能够守稳的话 后市预料可以在市6月高位270元 中长期上网前顶330元的水平 回吐适合手上升轨大约是236元